日本逛片片 Anson2 很多日本在地品牌 只要是他們代言都是空的 修飾黑眼圈的暗沉 你看推開來是有光澤感的 星星可以拿來化妝嗎 歡迎回來凱文小的妹 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這一集我們又要把日本逛片片 這一次呢我去逛了這個Anson2 Anson2它其實有兩間店比較明顯的 就是一間是在澀谷 Disney Store旁邊的一個轉角的地方 那麼它有一層跟二層 然後另外一間店呢 就是在新宿 新宿車站東口出口 會有一個大概三層樓 還四層樓超大的店 而且超明亮的 那麼Anson2 我不曉得就是日本人怎麼念它 而且我問很多日本人 日本的朋友他們還不知道這間店 很多日本在地的新的品牌 新的美妝保養的品牌 它solo了非常多品牌的集合 所以去逛的時候 你可以一眼就看出 日本現在在流行什麼 而且是Local流行 不是觀光客流行 你會發現就是它很多都是 觀光客不知道的 看看我在Anson2買了些什麼 好這個品牌呢 其實我有在雜誌上看過 但是我沒有去買過 原因是因為在我一般逛的通路裡面 我都沒有看到 就是來自專業的彩妝師 河北玉界 她在2020年所創立的彩妝品牌 N.B. 其實很多日本女明星在雜誌拍攝的時候呢 這一位彩妝師是他們御用的這個化妝師 有哪些女明星說出來你們真的會嚇死 有這個長者雅媚 十元聰美 新元結衣 巧本環奈 Oh my god 全部都是女神級的 甚至於就是說 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沒有被她畫過的人不會成名 被她畫過才算有名 哇哦 這麼有名 這麼有地位的彩妝師推出彩妝品牌 但是她走的呢 卻是在開架裡面 而且價格非常親民 但絕對沒有因為這樣 而失去了她專業彩妝師 對於品質上面的要求 Like me啦 這一瓶防曬 她是2023年最新上市的 那我被她吸引是為什麼呢 是因為她現在最新的代言人 也是日本現在最紅的男團 INI 這個男團呢 她是produce 101 在日本的選秀節目 第二季所選拔出來的男團 滿街那個宣傳車 都是他們這個團體的宣傳車 然後呢 在買這個商品的時候 很多女生就是為了去 跟他們的立牌拍照 然後她的東西 加上只要是他們代言 都是空的 我是從很多女生當中去搶 然後看到她們這樣看一下 放下來的時候 我就把她拿走 那麼第一瓶呢 就是這一瓶 這個防曬乳 也是她2023年全新推出的 她強調的是中性 她希望的是 include一些就是 比較偏油性的皮膚 或者一些男生想要嘗試修飾 自己皮膚的這一群人 她是有防水的 然後呢 她有SPF50 Plus PA4的加的高防曬係數 然後我那個時候一用啊 我超級驚艷的是 她擠出來有淡淡的這種水蜜桃的膚色 然後推開來啊 她的那個清爽啊 是超乎你想像的 這個如果是乾肌 我不建議用 然後呢 會有一些淡淡修飾膚色提亮的作用 她真的超清爽的 你會聞到有一些草本的味道 比如說像薰衣草類的這種淡淡的精油的香氣 你看完全無油的質地 超清爽 而且你的皮膚會有一種滑滑的感覺 她除了防曬之外 她還有美白 她裡面有添加了B3 然後她強調的是不含合成色素 然後不含香精 超清爽 試用過之後你一定會帶回去 這瓶就是我好不容易搶到的 這瓶它在2022年的時候推出的這個防曬乳 它叫做光澤防曬乳 那麼它也是有SPF50 plus PA4個加的高防曬係數 不過它的質地就跟我剛才介紹的這款完全不一樣 它推開來是有光澤感的 它是要打造那種原生的光澤肌 所以它比較適合就是偏乾的皮膚 然後它強調的是不用卸妝 只要洗臉就可以把它的這個防曬乳 清除掉 有沒有看到 它會有淡淡的光澤感 有沒有 它裡面除了有保濕精華的成分之外呢 我個人認為它可能有一些 很微量很微量會發光的一些粉末在裡面 日本現在非常流行就是用妝前乳 或者是防曬擦完之後直接按壓蜜粉 或者是用一些遮瑕就可以出門了 而且這一瓶呢在2022年也得到 Ecosme的這個防曬部門的大賞 這一支遮瑕膏它沒有分色號喔 它這支遮瑕棒呢 是要透過這種偏橘色的色調 修飾你的豆疤的暗沉 黑眼圈的暗沉 你看 它這黑眼圈跟豆疤真的超好用的 而且它雖然是棒狀的遮瑕 但是它不會太油太乾 它強調它裡面還有SPF30PA 三個家的防曬 所以當你在遮斑點 因為斑點真的很怕太陽 你在遮斑點的同時 它也可以加倍的呵護你的皮膚 這一支遮瑕膏我很推 好再來是這個氣墊 這個氣墊我為什麼會買呢 是因為它也在INI代言的那個系列裡面之外 我想說其實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氣墊這個東西 不是韓國人推出來的嗎 為什麼一個日本的彩妝師 他會推氣墊 那我研究很久 然後第一 韓流最近在日本真的有掀起一股風潮 那麼畢竟produce 101這個節目的original 是從韓國出來的 所以就是說INI某一個部分 是日韓結合下的產物 所以呢他們在找INI代言的時候 應該就是顧慮到這一件事情 你在臉上找不到粉的痕跡 然後它做出來的是霧面 它也得到了2022年這個Makiaud 美妝雜誌在這個氣墊部門的第三名 我現在用的就是二號色 這霧面的直徑你看這個多透啊 好那它這個氣墊分成兩個色號 一個就是Light Beige 另外一個是Beige 就是比較明亮色跟自然的顏色 好接下來呢 也是他們今年新推出2023年最新上市的粉餅 那麼它的粉餅上面 它有寫就是要用的UV Press Powder 它裡面都有美白的成分在當中 然後呢它的粉餅也有高防曬系數 SPF50 Plus PA4個加 同樣裡面也有維他命B3 對啊它沒有分色號耶 我們這樣子看好像覺得很深對不對 可是啊它在皮膚上面很透亮耶 很薄耶 此外呢 日本現在非常流行維他命C的原液保養 其實去年他們家是推出的是大瓶的100毫升 今年呢推出了30毫升 因為它100毫升的價格真的會比較貴 在2022年的年底的時候 它推出這個叫做V10的精華 那麼它是透過了10%高濃度的維他命C 它是用維他命C糖乾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這些維他命C的衍生物 那麼強調的就是美白抗氧化 非常適合現在我們所謂的早C1A 這樣子的保養的概念 它這瓶麥很好耶 你看它是非常濃稠的質地 它的保濕力也不含糊 因為維他命C它是一個非常好的 強力的抗氧化的成分 所以你在白天如果要強化防曬的作用的話呢 你可以用這種維他命C的保養 我現在在白天出門的時候 我都會用維他命C 只是呢它這個在用的時候啊 會有點黏黏 我覺得它這一瓶是想要達到那種 多效的抗老修復的作用 所以它的質地調的有一點點微微的黏 我在日本用不會感覺 可能因為日本真的很乾吧 好其實MB它的全系列商品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大概有六七十樣包刮了美妝工具 譬如說它連刷子什麼都有出 它的粉撲居然還拿下了 這個ECOSME的美材系列的這個大賞 它的美妝袋是乾濕兩用的 然後有一些美妝袋我用起來 我覺得太硬太軟很容易掉色 因為有些美妝蛋的那個紅 你在洗的時候啊 它那個紅會像那個紅酒一樣 再全部流出來 那這款黑我在洗的時候 它沒有留黑色出來還好 它在乾用的時候它不會過度吃粉 而且它軟硬失蹤 然後它在濕用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它真的可以把那個底妝的 均勻度做得很漂亮 然後我還買了它的這個 限定版本STAR 星星可以拿來化妝嗎 星星要怎麼用啊 星星應該就拿來收藏的吧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還找到了一個 我買了之後呢 我才發現原來它是韓國品牌 它的品牌叫做Mac Peach 它其實是韓國的三位彩妝師 它有Mac的首席 植村秀的首席 再加上在清潭洞的這個非常有名的一間美容院的院長 這三位聯手打造出來的品牌 它擠出來的時候 你會以為是乳狀 可是它好像有一點奶油的質地 它的流動性沒有很強 然後你把它推開來啊 它真的有一點點類似mousse的這種質地 其實日本跟韓國現在都非常流行 那種找不到粉的粉底 你看非常透 很貼 然後它還有SPF50PA 三個加的高防曬系數 你會覺得好像是用了那種妝前乳 或者是用了那個素顏霜的那種感覺 可是透過鏡頭 它卻又有遮瑕力 它可以一層一層的堆疊 怎麼堆 它都會像保養品一樣 融到你的皮膚裡面 非常自然的一款粉底 讓我很驚豔 最後呢 大家還記得嗎 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去日本的藥妝店買到的那個Sofina的妝前試滴乳 我這一次去發現它其實有同系列的蜜粉 台灣也還沒有引進 可是它這一次呢 它是用蜜粉本體 然後另外要買它的盒子 以及粉撲 這些都是另外買 其實我覺得這蠻好的 這也是一種環保的行為 膚色紫色 很淡很淡的 這個應該算蜜桃色 粉膚色跟透明色 然後它應該還有綠色 橘色對於毛孔的修飾 我覺得最好 紫色提亮膚色的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按壓在你比較暗沉的局部 然後再來呢 如果你要完全透明的話呢 就是這個透明裸膚 透明裸膚可能適合的是 本身的肌膚也是屬於比較明亮的 所以健康膚色用偏直 自然明亮用透明裸 完全柔膠 然後毛孔變好 好以上呢 這個就是我在東京的 Ans & Tube逛街的時候入手的 我覺得這個疫情三年過去之後 我感受到 服務業的服務水平 跟以前不太一樣 如果說你去逛精品 你可能會感受不大 但是在一般的通販 我就感受到 可能在疫情當中 加入的這一群服務業的這一群人 好像態度跟專業度 跟我們在疫情前去日本觀光的時候 有一點點不一樣 比如說以前他們可能會再三確認 你所購買的產品的內容 確保不會有遺漏 但是我這次已經發生了 遇到兩三次我買的東西回來 其實裡面少了兩三樣 但因為大家知道我買東西都買很多 我不可能一個一個去check 因為像這種藥妝店 有一些它是放空盒 我可能會漏給我一個兩個 甚至我之前發生過 漏掉三個回來之後才發現 啊我本來有買 怎麼沒有給我G1 我這一次還明顯的感受到 他面對賣比較多商品的客人的時候 居然會有一些比較不悅的態度 甚至於我被折喔 我居然被折欸 就可能我真的買太多了 可能他如果在疫情期間都是 比較偏向local的客人的話 可能就是買一個兩個一個兩個 這樣他可能習慣了這樣子 所以他會覺得 哇那二三十個 而且他可能要跑到後面去跑好幾次 因為就空盒 他就要跑到後面去 空盒他就要跑到後面去 但是come on 你不會把一次空盒拿起 然後到後面去拿嗎 我被折欸 所以呢我也要提醒我們台灣的這個服務業 如果在面臨接下來觀光客越來越多 我們還是要把持好我們的服務業的水準喔 記得鎖定我的頻道 接收第一手的日本美妝資訊 喜歡我的影片也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設定 全部提醒喔 凱灣小鈴鐺 我們在下一個日本開箱再見